进入8月份 我国接种疫苗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展开里就透露 登门接种疫苗的措施近期内将扩大到全国 当局就设下新的目标 是要在8月31号国庆日的时候 让我国一半的成年人都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而在这同时 为了降低大型疫苗接种中心 爆发疫情的风险 当局将要提升标准作业程序 保障民众的安全 八申谷部分疫苗接种中心明天即将开放登门接种 希望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控制疫情 这项方便的措施预料之后会扩大到全国各地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展开里透露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几乎所有州数近期内就会开放登门接种 但各地具体什么时候开放 还需要根据疫苗到货情况进行调整 目前当局没有定下具体时间 详情将在日后公布 凯利透露 目前我国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成年人 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九 他乐观预测到了八月三十一号国庆日时 这个比率将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完成接种 他还透露完成疫苗接种者所能享有的松绑措施 预料近期内将由首相亲自宣布 希望进一步鼓励更多人接种疫苗 凯利早前还透露 以纳敏经验来看 当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 感染和住院率就会明显下降 而为了降低民众施打疫苗时染疫的风险 当局也将进一步提升大型疫苗接种中心的标准作业程序 其中之一就是采用电子同意书 凯利透露当局将让民众透过麦斯加特拉填写疫苗接种同意书 如此一来不仅能降低纸张传播病毒的风险 更能加速疫苗接种程序 透过一系列改善措施 凯利以第二剂疫苗为例 指民众踏入接种站到施打疫苗只需要二十分钟 之后在现场观察二十分钟后就可以离开 减少逗留在疫苗接种中心的时间 至于疫苗顶价课题 凯利坦言在疫情肆虐下 疫苗已经成为必需品 因此如果有人从中赚取暴力 将是不合理的 他近期将和卫生部长阿汉爸爸 以及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商讨此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